大家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我们继续造谣传谣,继续扯八卦 日子不好过,全世界都被牛蒙地皮霸占了 我们这个时候不扯着八卦 不安慰,安慰一下自己疲惫的心灵 说不过去 所以看油管,听油管,不要太正经 不要太正经 而且的话,你但凡懂一点 叫什么,后现代文学的人 你都知道,你面对一个荒诞的时代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比它更荒诞 你面对一个充满了谎言的这么一个时代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它所有的东西都拆穿 完了以后就是叫做解构 它不是装逼吗?不是共产党高大上吗? 是吧,不是说共产党不是伟光正吗?是吧 民主党不是高大上吗?是吧 这个时候你把它消解掉 你虐它,你日它,你辱它 你知道吧,你完了以后 你把它说的一前不直,你恶搞它 这是最管用的,我跟你说 是最管用的,这是一种意义 就是中国人呢,因为他不放松 你看我们的脸都不会笑的 因为我们这两个肌肉有问题,不会笑 所以你特别正经,共产党它就是正经 共产党习宝子,他刚刚喝完酒 刚刚跟别人滚过床单 完了以后他上主席台,他马上一本正经的样子 可惜我们的很多中国的老百姓 韭菜也是这样子的 这属于治理问题 一定要放松放松 所以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牛逼轰轰的明星 这个明星就是史称出道以来从来没有出过幺蛾子的 这个叫什么万人迷 香港演艺界的这个标杆人物 刘德华,刘德华老师 刘德华老师最近也在中共也栽了 传说他也在47人的名单里面 关键是刘德华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香港有很多个艺人都在纷纷的告别土 寻求一种独立的精神的自由之思想 结果刘德华的屁达屁达 就反而这个时候跟中共走得很近 那我们都知道跟中共走得很近的明星有很多了 著名的就是那个大傻逼 那陈农是不是 有人说我长得像他 昨天有人说我长得像他 我怎么就长得像陈农呢 是不是 我比陈农不要休息太多 我像个书生陈农 像个土包子 是不是 说的陈农就这样 咱不说他了 就说刘德华 刘德华真的一直有个光辉形象 你看他这个人一辈子没结婚 是吧 完了以后 也没有太多的绯闻 然后笑起来也像个挺可人的样子 年轻的时候挺可爱 老了以后像一个大哥 没想到这把年纪了 开始要忽悠土工的市场了 人家都走 他反而进来 方向就不对 我跟你说 刘德华我以前也蛮喜欢他的 他方向不对 你看这个我们知道的其他的一些个明星 你比如说超级大帅哥 这个郑一剑 你说人家真的是 你说要说香港的明星里面 谁最帅 在我的审美观里面 郑一剑派第一 黄秋生派第二 我跟你说 真的 这个郑一剑那简直是帅呆了 你知道吗 他年纪这么大了 他还是很帅 那个五官呢 那个造型呢 都挺帅 然后我们很多人以为郑一剑就是个偶像派嘛 没什么实力嘛 是吧 结果郑一剑在关键的时候 你看他没有 他真的是脑子特别宁光 我前一段时间在日本新闻这边 我看到一个消息 比如说郑一剑现在已经办了这个日本的投资移民 你知道吗 哎 两口子 现在在日本住着 没生意吗 是不是 你离开了这个香港 离开了中国市场 也没生意了吗 干嘛呢 搞投资移民的生意 自己搞了个公司 因为他是个公众人物嘛 然后就跟很多香港人说 他说你们来日本 我以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演艺圈里的这个资历啊 做保证 你们来这里 我来帮你们办啊 不会被人骗 而且会会以最快的啊 最最合理的方式 最好的商业模式 来把这个日本的这个身份拿到 然后呢 离开土工这个地方 你看郑一剑这个人呢 我很喜欢他 他没有这个高调的说什么 那些个哪些个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像他这样的明星 这样的偶像派啊 他完全可以像陈隆一样的 或者像刘德华一样的 一转身 就就跟土工就就就就就就就 眉来眼去呗 你像台湾的那个黄安 垃圾一样的是不是 那人家郑一剑要要貌有貌 要像有像是吧 要明星 要要要要气质有气质 要粉丝有粉丝 结果跑到日本去了 这种人我跟你说 叫做绝地逢生 我跟你说 就是敢于抛弃过去所有的那些个 这些个那些个的光环 这种人我最佩服 郑一剑同学啊 郑一剑老师 还有这个黄秋生老师 大家都知道啊 黄秋生老师 那就比郑一剑就更牛逼啊 黄秋生老师 我为什么不认为他是第一帅哥呢 因为黄秋生 他是个混血 知道吧 他老爹是个澳大利亚人 他是个白人的血血统 所以一个白人的和一个中国的美女结婚 那生个孩子帅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是不是 但是人家郑一剑 那是跟我们一样 那是正儿八经 那是什么华人的血统啊 所以能长成那样 真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挺牛的 我觉得黄秋生这个人也很牛啊 你说他除了 除了在我们的这个眼里 没有郑一剑这么标准的东方人的帅之外 他他呢可叫真的勇敢 你看他不 他比郑一剑更勇敢 郑一剑是不说话 自己撂挑子 自己都就走人了 你知道吧 就安安就在一个日本这个地方 当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市民 完了以后安静过日子 然后陪着家人 了不起啊 但是问题是黄秋生跑到台湾去了 是吧 最近拿到了这个黄金旧业卡了 就等于有长期的身份了 哎呀恭喜他 关键是他勇敢的站出来发声 我老子就不跟你共产党对付 老子就不跟你搞一套 牛逼啊 黄秋生这个人呢 是真的是是很强 我宁愿穷死 我也不不出卖灵魂 所以有的时候这几个事情呢 让我们能看到一些个安慰啊 前一段时间还说这个什么 还说起另外一个香港的明星 叫张张张张曼玉 哇真是我对张曼玉的印象 我真是我踏红的时候 我正在吭哧吭哧吭哧干什么呢 正在念书啊 因为自己的起点低嘛 一些都是要自学啊嘛 每一天都是看书 走路也看书 睡觉也看书 真的是想想想想走出那个山这个小村庄嘛 是不是想从乡下走出来没有别的路子啊 真是走从八代把所有的人都数光了找不到一个副科技的干部啊 连一个村长都找不到他妈的 那怎么办呢 只能靠自己自己靠什么呢 自己也是一个屌丝啊 什么也不是啊 那除了读书就读书 所以真的是我是自学简直啊 那些个年我从来不追歌手 从来不追明星 所以我认识我印象中的张曼玉已经是 迟暮的张曼玉 就是瘦的生肝一样的啊 脸的狭长狭长的一脸都不好看啊 所以我就一直对张曼玉怎么这么红 我不理解很多人都很迷他 我最近没事我就扒那些这个什么 不是跟大家说过吗 这个海外有个频道叫天音频道 就是放音的音啊 电影啊 天音频道啊 有些老香港的老电影 我我我我基本上每天都挖一个看一看 都是有武打片什么的 哇 里面就有张曼玉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 那简直是美的是让我真是呼吸不过来 说张曼玉年轻的时候原来那么好看 他的脸上有缺点 你知道吗 啊 颧骨有点高 是吧 下巴也是这么平的 没下来 知道吧 而且那个牙齿呢 他也有那么一丢丢的爆 但是怎么就在合在一块 怎么就那么的好看呢 哎呦 简直了 啊 这张曼玉这个人最近也开始有人说他 说他这个人是在哪 是在意大利 还是在法国 就变成一个什么 街边的一个一个普通的一个富人啊 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 蹲在马路上吃小吃 完了以后也不觉得自己是个明星 你看他也不在中国混 你知道吗 这种人如果是以他的自身的自利的话 跑到中国来混一混 是不是 像黄安 像陈农一样的混一混 那混一个什么 政协委员当当是不是 那那起步快哉 是不是 结果不来 这种人我也很很佩服啊 你不需要把反攻啊 什么什么挂在嘴巴上面 也许你你能 你能像黄秋生一样的能够勇敢的说话 当然牛逼你 你像这一件像张张张曼玉一样的 你你你不 你不与这个魔鬼为伍 你远离魔鬼 牛昌呀 是不是 结果我们就说了半句 说说牛的华 牛的华 当这么多牛逼的人都纷纷离开中国 远离土工的时候 结果牛的华吭吱吭吱 要跑到中国来混 这会也上事了吧 最近就不干脆不是说了吗 说这个说说47个名单里有他 我倒不相信这句话 但是牛的华 我据北京的一些朋友告诉我 他的确不怎么讨共产党的真理部 土工真理部 对他的表现的很不满意 那牛的华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 我承认他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而且呢 他呢是希望自己按照自己的路子走的 他有点自己的想法 你比如说有人就说他说这个当年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所有的明星都都都来跟共产党捧场嘛 哎 结果牛的华没来 牛的华为什么没来呢 说他自己不来的 说说土工真理不邀请了他 他不来 所以有的人就以为 牛的华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对共产党有什么威词 是不是有有点反骨 有点独立精神 不是的 牛的华呢 他有他的路子 他一直在关注什么呢 一直在关注残疾人 所以他后来就拍了个片子啊 自己掏钱拍的 就关注那些残疾奥运会的残疾奥运会 知道吧 然后呢 那那那表现一个一个明星对弱势群体的一个关怀 他有他的路子 知道吧 哎 结果 结果就这个事情啊 据说当时真理不就不高兴 因为你这个共产党他不关心残疾部的呀 是不是 共产党是关心土工中国有没有面子 你刘德华这么大的明星你不来帮我捧场 按照你的思路搞那你的思路你是跟共产党比你算个P 是不是 他当时就对这个牛的话就不高兴 现在的 刘德华不又又又又又又又 鲜嘎嘎的 不又又舔上来了吧 又参加春晚了 又又又又搞这些个内施啊 完了以后又又又还支持香港这个什么什么 回归中国啊 是不是 这个超级傻比 你这个时候 你说实话 你吃屎也没赶上热的 你现在搞这些事情你已经迟了 你要么像陈农呀 从头到尾就是像狗一样的 就吃共产党的 你要么像台湾的黄安一样 从头到尾你就是个垃圾 离开了中国你不能活 刘德华他一方面又会要 跟共产党跟土工中国的 没来眼去想占有这方面的市场 另一方面他还想保持 自己的一点自己的个性 按照自己的思路来 土工中国容不下你这样的人 所以刘德华这个人 最后就是你又赔了夫人 你又舍兵 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土工的 你不高兴 这两天他们说这个刘德华 也开始出来要秀姿势了 就是我看到有人就扒出文章 说微微博的公号也好 微信的微博微信的公号 微博也好都在都在这个炒作刘德华 说这个赵薇出事了 赵薇被这个封杀了 这个刘德华也上了热搜 也很多人以为刘德华是不是被共产党 立马就拍死了 没有 只有两点 第一点有谣言 说的是47人的名单 说刘德华来在为人不咋地 说开始就开始 开始就是挖他的黑尿 是不是 就是现在中国不是有个词吗 叫射死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如果胡锡进都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射死 社会主义的射 这是什么意思 社交媒体死吧 应该是这个意思是吧 被社交媒体干死 现在很多人在骂刘德华 完了以后刘德华的这个官方啊 就就就出来就是开始要要辟谣嘛 就说啊 刘德华现在上热搜了 是因为刘德华有一颗伟大的内心啊 关心残疾人啊 他搞这个事情去了 其实你又不是个热点 你这会儿搞这个事情干干嘛 那些典型属于什么 就我们说是此地为印三百两 那你说你马云出事了 你这个赵薇出事了 你各种的明星都出事了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 你就躲起来吧 因为没轮到你嘛 你干嘛要出来说话呢 你干嘛要这会儿 无论你是你正面的形象 还是有反面的形象 无论是别人夸你的形象 还是别人骂你的形象 其实这个时候都不对 和你的这个正确的姿势 应该是什么 我他妈在装死 我装我不存在 你不说话 没人会关注你 你知道吗 你一说话 马上就关注你 你还上热搜 知道吗 所以真实的背后的一些个想法 我听 我听北京的一些个八卦党说的啊 他们说刘德华现在 这个其实一辈子人设啊 估计要被共产党催死 因为共产党 他对刘德华这种人呢 他是不信任的 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 共产党对香港那个其实所有的一人都不信任 包括对陈农都不大信任 我跟你说 就是你不是 你不是赵家人 你知道吗 你现在舔土工没用 知道吧 非我足类 其心必诛 知道吧 你你你恶华 你你这些人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香港已经 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香港已经被土工搞乱了 你这个时候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 离开香港去英国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日本是不是 像真一见同学学一些像去台湾啊 尤其是你如果说你你不想搞得特别的这个呃引起人注意的话 你比如说你当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那个呃帅帅呆来的那个男的跟很多个明星都滚床单的 叫叫叫叫叫什么 要我想不起来 我的明星真不了解 你看他人家就跑到加拿大过日子去了 是不是 有人狗仔狗仔队还在还在跟跟拍 他跟他儿子在一块 他妈的他就发飙了 你他妈的你能够给我的儿子一点面子吗 我的儿子在长大行吗 很好啊 就在加拿大过日子呗 你年纪也大 你还在中国混什么呀 你以为你混出什么名堂 你为共产党会给你刘德华一个政协委员吗 再说给你一个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基本上啊 刘德华如果处理的不好 接下来共产党真有可能拿他开刀 因为现在共产党他特别讨厌这种 你又有点想法 你又有点 你又还不听共产党的话 你还搞自己一套的人 他不喜欢这种人 在中国关心弱势群体 明星关心弱势群体 这个事是极其危险的 你必须要按照共产党的思路来 你必须要按照共产党的趣味来 你知道吗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趣味来 基本上我们作为一些个从中国跑出来的人 你看了一个明星搞工艺 搞慈善 关心弱势群体 你就看他是不是被共产党封杀 你像我们这个我们的主类的姐妹 我们的袁丽 袁小姐 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 完了以后呢 不跟共产党搞得特别劲 有自己的一套 知道吧 关心这个陈飞病人 结果他就被共产党封杀了 你说是不是 他根本就是 就是微博的 你说他也是个大号吧 你说微博你由于养元你这么一个几千万粉丝的 这么一个一个号的话 你给你带了多少流量啊 你可以有利于你的广告 微博肯定是不想封杀他的 是不是 但是上面人看不下去了呀 结果把他就封杀了 你如果您看到一个明星做做公益 做慈善 结果被微博或者被微信封杀了 你就知道哎 这个人在正儿把你做公益 正儿把你做慈善 这是一个不错的艺人 知道吧 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艺人 像刘德华这种人 你假不假是搞公益 搞慈善 完了以后你还上冲碗 完了以后你还 你还在共产党里面 你还你还混得风生水起 你还你还舔来舔去 共产党还还经常喊你过来开个小会 什么的 完了以后 香港的事情 搞了乱七八糟 还请你做形象代言人 为这个林郑月娥 为共产党站台 你说你这个人不是人渣是什么呢 所以我我说实话 刘德华你这个人呢 你是你倒是叫做晚节不保啊 诸狗不如你以后 你不信你就试了 我跟你说 我们有时候看人呢 就是直觉判断你 尤其在中国啊 是你看两件事情就可以了 真的一个人 一个人你看他做 是不是做正确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正确的事情 他都是自以为是的正确 不见得是真的正确 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这些个人啊 我们我们说要传福音 传福音这个是这么正确正确啊 但是传福音 你有的时候 说明你有可能 你有别的动机啊 是不是啊 这个动机 虽然别人不能考察你的动机 你自己要考察自己的动机啊 所以我我读康德的这个第二卷 就是三大批判的第二卷书的 什么叫实践理性批判 他就讲这个东西啊 他就讲说 一个人的确没有能力 去考察别人的动机 你不要搞诸心之论 但是一个人 你一定要考察你自己的动机 你做什么事情 你是为了什么 你的中心目标是什么 你一定要心里明白 你要诚实 知道吧 如果不诚实 你是不行的 你不诚实说明 你是你是 你是有问题的 比如他就举了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 开百货店的人 有过来 有一种过来 买了他一堆东西 是吧 买了他 比如说买了他 一堆一个杯子 买了一个杯子 然后呢 就给了他十块钱 结果呢 这个给他找的时候呢 就少找了 这个十块钱 那这要多少钱 这个杯子这要五块钱 结果呢 他给他找的时候呢 估计找少了 就是本来还给他找五块 是吧 结果等于是 收了他九块钱 知道吧 这个事他就犹豫了 他说 这还有多余的 这个四块钱 我到底是退个这个人呢 还是不退个这个人呢 如果退个这个人的话 我少赚了四块钱 这今天的收益就差了 是吧 如果退个这个人呢 如果不退个这个人呢 是怎么说来着 如果不退个这个人 从他的这方面讲 他如果有一天知道 他就不来了 是吧 如果我退个这个人呢 我的收益就少了 知道吧 所以我想了想去 他还是决定退个这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担心以后 他不来这个店子里 买东西了 他就少了一个客户 康德说 这样的思路是不对的 为什么呀 因为一个人 你多拿了别人的钱 他不知道 是吧 你也你知道 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知道吧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知道 你还有一个 一个重要的要素条件 你知道 就是谁知道呢 就是上帝知道 所以你必须要 本着一个上帝 以马内利的上帝 在你的心里面 知道你拿了 多拿了别人的钱 你基于上帝 你基于不让上帝 蒙羞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你把这个钱还给这个客户 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最正确的心灵的轨迹 才是最正确的动机 所以我们说 一个人做公益也是这样子 你到底为什么做公益呢 是不是 比如说你到底为什么传福音 有的人传福音 我说实话 他是因为在生活中非常失败 他觉得自己去教会 去打打工 做个童工 或者做个事工 或者去做牧师 他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多多少少有点钱吧 因为教会有人奉献 如果你是这种动机 那你基本上你传福音 是一场灾难 知道吗 比如说你做公益 你说我就是为了出名啊 我就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道德优越感 就像成叫什么 一个二百五 忘了想不起名字了 就给每个人发钱 发了好多钱 一个人一个人一百块钱 然后每个人拿着一百块钱的 这个这个这个样子 给他跟他再去合影 这你是荣耀你自己 不是荣耀上帝 你这种这个慈善 还不是不做呢 所以刘德华就是这样子的 你一方面你要 你要这个什么 关心弱势群 你关心残疾人 另外一方面 你又跟土工这样的魔鬼组织 南北维艰 交还口水 我告诉你 你最后你就被自己给埋葬了 你就是典型意义上 你最后你就是个死人 最后你死人也要埋葬死人 就这个意思 所以刘德华的事情 可讲的 有东西去分析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